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養子白玉的一個 雕見 靶劍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 是多少要請見價 15萬 真的假的 妳看 我不相信 他覺得最不像的 他覺得最應該像是買錯的 蔡醫師 那他是專門賣白玉的地方嗎 我差點把他丟了 他是專門賣白玉的地方 還是混著其他古董在一起買 混著一起買的 他不是專門賣養子白玉的 那真的是 剛剛那個我們池老師說的 簡陋寶了 簡陋寶的意思就是說 行家都看走眼了 連老闆都不知道 他3000塊買的耶 你確定 妳看 妳有點太興奮了 第一個 它是白玉 第二個 養子白玉是一個形容池 你要問我說 它是不是和田的養子白玉 如果它是和田的養子白玉 它肯定不是這個價格 起碼這是15萬到20萬人民幣 我們現在看到的顏色 它的Q度 它的造型 跟它的這個所謂 它整體的狀況是很好的 超過10幾萬 你要問我 事實上它一定要是和田的話 我們要拿到實驗室 做進一步的確認 因為事實上這樣看起來 它的這個肉 它裡面的那個肉 它的Q度 其實都有那種糯化程度 很像是和田的 但是我們目前帶的儀器是沒有辦法確定 我們要進一步去測試它的化學分析 它的比重跟它的折射 是不是接近我們和田的 如果它真的是和田的話 15萬到25萬人民幣 15萬到25萬 人民幣 它就是偏的 所以妳估了一個價格 是最低的一個價格 就是它是白玉 因為我們白玉 我們講鵝料 我們講的青海料 甚至其他地方的料 就是其他地方料 現在價格也很高了 至少它不是韓國料 韓國料這顆石頭那就是2萬3萬 可是它不是 恭喜你 他覺得最像是假的 其實你知道為什麼嗎 像你剛剛喜歡那個手足一樣 你喜歡那種質樸的感覺 其實買白玉就是看那種感覺 不是要特別亮 要特別細的弓 不是 就是那種質樸的感覺 然後非常潤 它有一個溫潤的感覺 對 非常潤的感覺 它有一個溫潤的感覺 你回去刷它 去築中刷它會出油脂 對 它就是會感覺會有油脂 對不對 沒錯 很漂亮 這個很漂亮 就是偏了一點色 不夠白 要再白一些 好 來 買到一個好東西 這個是撿到飽了 真的是撿到飽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個 是藍寶石 這個藍寶石是2.54克 聽說這個是 這是 這是老公戴的嗎 是啊 這是老公的 那是女戒 這是女戒吧 這怎麼可能是女戒 這是女戒 這造型是女戒 老闆娘說這個是中性的戒子 他要賣給你東西 他 因為老公長得比較秀氣 我覺得你是好客人 你真的是一個好客人 都這麼說 老闆都這麼說 我跟他買詠希的老闆 他們都這麼說 那老闆怎麼樣介紹 這個藍寶石 我覺得這還不是只是那個什麼 中性戒 女戒的問題 其實都是第一眼的感覺 我就是喜歡就買了 妳為什麼會喜歡 我就想買給老公戴 那個老公啊 要看好好不好 買寶石 請問不能說喜歡就買了 他可能運氣好 還沒被騙到大錢 但你買這一顆 那個老公有跟你一塊去嗎 有啊 有啊 就是因為他掛得下 我才堅持要買給他 這個上面 有沒有很明顯的一道痕跡 我就想說那個是不是色帶 色帶 那個賣珠寶的 有人跟你講色帶嗎 不是 他在說服他自己 就我看我覺得一點都不像色帶 我覺得像一個裂痕 是橫切面的裂痕 從頭裂到下面 真的喔 對 其實我知道你了 其實你想要說服你老公說 買一個藍寶送他 然後叫他多掏一些錢出來 讓你再買玉對不對 我有這麼壞嗎 可是 可是你這些東西看起來 是這個最值錢 哪一個最值錢 藍寶石這麼大一顆 不過最大的 問題就是一個 中間一刀 其實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 它裡面有一刀 我會問你一下 老闆怎麼說這件東西 老闆說這是哪裡的 或是這怎麼樣都沒說 就喜歡就買了 老闆他其實什麼都沒說 我就買了 然後買完了以後 他幫我拿去鑑定 他跟我講說這個是西蘭的 他到哪裡鑑定 就是台中有一家國際珠寶 OK 鑑定所說這是西蘭的 對 然後他打出來是西蘭 然後他還跟我講一句話說 如果我早知道是西蘭的 我不要賣你這麼便宜 不然應該是哪裡的 緬甸的嗎 那更貴啦 我知道 太國嗎 太國的 他賣給你的時候是講說 泰國的嗎 可能是吧 可能是 還好不是克什米爾的 對 克什米爾 克什米爾更貴 更貴 好 來 那個張小姐您這筆呢 顧多少錢 現在我是顧10萬塊 顧10萬塊 對 這家珠寶店還在嗎 我上次去的時候 他已經不在了 OK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應該最起碼不會買到合成的 因為最起碼裡面有一些內含物在 慶雪哥 合成裡頭都有內含物的 合成也有內含物 都有內含物 而且一模一樣的內含物 你從你給糕點吧 這要給老公的 不然他難過的要命 我給你一個機會 讓老公帶你去珠寶店 再重新買一個紅寶石藍寶石 好不好 不是我要的啦 我覺得他應該是很好的客人 因為那個老闆一定都知道 他到底會不會買 他一看上門就知道了 是 客人 他很容易表現於外 就是 我喜歡這個東西 沒有 今天見過價格 你就要了解了 下次 我們不要說很假的去說 我不喜歡 只好說這個 你問一下這個狀況再去買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2.54克拉的藍寶石戒指 買入價格是7萬8千元 好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值多少 請見價 30萬 真的還假的 你都要騙人 拜託 嚇死我了 李總你有沒有騙人 這一件呢 如果不是 從頭一個feather 從頭到尾的話 這一件肯定超過50萬 真的嗎 真的 你這一件就是西蘭的 我剛剛用機器看得很清楚 這是所謂變質點產生的 而且它有西蘭的內含物 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 我們再寫個鏡看一下 好 來 它是一個無燒的藍寶 而且是西蘭藍寶石 西蘭藍寶 你當初應該買大一點的好不好 觀眾朋友們看到的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橫下面的一個 橫下面這麼大一個 看到沒 這是什麼 這個面積大概應該是佔了一半 對 從頭到尾 它是一個液體狀的浴和物 這顆石頭呢 它如果燒過呢 這浴和物旁邊呢 你會看到 它會像小水滴一樣 撥一整片 因為遇到熱之後 它會再一塊 黏在一塊 知道了嗎 然後我們再看下面一個圖 你就更清楚了 來 這邊呢 有一個很清楚的 有一個 好 內含物在這裡 這個一塊就是我們剛剛看那一大塊 幫你這個 從50萬減到30分的那個內含物 那這一塊呢 是幫你加分的那一塊 它是一個天然的 零灰石內含物在裡頭 我們學保的時候都知道 如果這內含物加熱的時候怎麼樣 龍點不一樣 它會炸開來 它會Egrossing Egrossing的話 它旁邊會有裂隙會炸開來 所以天然沒有的 那這個內含物呢 就是也是西蘭的特徵 西蘭的特徵呢 它是裡頭有一個石墨 這個石墨呢 它自然的旁邊會有這種暈紋 我們這專業叫樹圖狀 樹圖狀 像那個樹的流一樣的暈紋 它並不是裂炸開的 謝謝 所以其實大家呢 也無必要懂東西嘛 不懂的時候也可以買到好東西啊 你看 它那個楊子白玉 也覺得它不是真的啊 結果買到了一個 3000塊以後來變15萬 現在這個更厲害了 這個買多少錢 7萬多塊現在變多少 30幾萬 你可以改行的 我覺得你還是滿Lucky的 沒有 這亂買的 應該講好了一個好報吧 他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賠錢 都買對了 而且是賺錢 來 而且他買的 我跟你講買3000塊的東西 變15萬 3000塊的東西門檻很低 就是一般人其實是買得起的 你要是說買100萬的東西 變1000萬 說實在100萬的東西 本來就已經大家都買什麼 先學哥 我們在節目上看的白玉 都是買10萬 20萬 然後是股3000 5000 都是變成要嘛是大理師 要嘛是那種白色的其他寶石 都不是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和田玉 對啊 所以你贏去算不錯 好 來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白匪 在所有的鑑定裡面 他對這一個白匪 是最有信心的 聽說他也是發出光芒 對 是你眼鏡發出光芒吧 來 我用一個燈給你看 他的通透度好像沒有那麼好 不是 然後上面很多的 他是那時候幫我箱的時候 我跟他說要那個 就是不要封底 結果他還是幫我封底 只有 那這跟封 他沒有封啊 只有留一個小小洞而已 這就是沒有封 我照道理講 那麼貴的東西應該 應該要更通透一點 這一個是在網路上買的 你在網路上買 什麼叫做在網路上買的 就是 網路的購物還是網路的電視購物 還是網路的 賣家 就是奇摩那個 你會在網路上買珠寶 就是去看一些那個 翡翠知識的手據 就是順便 你知道他那個裸實 他跟網路買家買的時候 就花了4萬塊 然後他居然花了6萬塊 下去做那個香檯 你知道嗎 我們知道玉最怕比 你看一下那個電視機前面 你看到那個攝影機 我的手套旁邊那個玉 你覺得他是白匪嗎 是嗎 好像灰匪耶 而且還白一點 而且你知道他 賢菜干涉 紅太太現在應該已經沒有壓力了 因為他前面都已經賺了多少 你光是那個藍寶石 都把這個賺回來 無所謂了 來 白匪的一個單面戒指 他現在估是估多少錢 15萬 15萬 我們只顧裸實 裸實 大概10萬塊 10萬 因為買4萬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白匪的一個蛋面裸實 買入價格是4萬塊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2萬5 來 貴了 只有裸實 當然只有裸實 對啊 因為你的台紙 你台紙你就已經自己花錢 對啊 不過現在台紙真的很貴 你台紙花了多少錢 6萬 6萬也不貴 因為我剛剛算了一下 他的稅賺好像是1.16克 然後20克 所以你一顆就5分以上 5分以上現在配賺1克 1000多塊美金就是4萬了 加上K金 加上大概5萬 所以他賺1萬塊的台紙錢 所以還好 原來他說裡面鑽石有8心8件 裡面鑽石有8心8件 你現在是主食賠錢了 我們要用旁邊的小碎 再把它賺回來 所有老闆家講的優點 他都有成功 不過李總 我剛剛看到的那到底是什麼 就是上面像是列紋那種東西 那點到底是 都是石花 那個是石花 石花 石花太多了 應該結晶結構如果好一點 我這樣講 觀眾朋友可能覺得這麼大顆 怎麼會2萬5 今天因為它顏色 對 你也會覺得 長寬高都夠了 而且很漂亮 高度 高度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常常講的這個 鎮農洋芸 然後看進度 看放光之後 才看長寬高 結果他不是 他先看了長寬高之後 這是個大理師 我可以磨得這麼凸 這塊石頭 他質地再擦 他還可以磨得面這麼漂亮 所以一定要先看顏色 再看進度 第一個顏色沒有 第二個進度差 唯一剩下的就是什麼 亮 亮 亮只要用拋光紙上去都會亮 好不好 唯一好的就是他的比例 對 好 很漂亮啦 2萬多塊 OK OK啦 賠一點點沒關係啦 不要每一個都賺到了 不要每一個都賺 來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花青的手桌 買多少錢 買4萬塊 這顆好像帕帕 對啊 我也想說 帕帕是什麼意思 鬆鬆的啦 食材比較鬆 對 質地鬆散 所以身一抄起來 就不會這麼尖銳 對 他就是摸起來的那個質感 他有點花青的顏色 而且正綠色好像就只有這一塊 旁邊這一塊 其他都帶黑 好 買4萬 那您自己購呢 10萬吧 這個也是在那個嗎 台中的浴室裡面買的 對 你都全部都同一攤高官嗎 沒有耶 都四個黑白買 都一樣不一樣 這個有給你證書 這個有 4萬塊也有 有 你是被騙過 所以每一次都要給他們證書 我跟妳說 我之前買很多 買到很多假的 可是我告訴妳 現在很多證書也都沒有用 有多假的 不能這麼說 因為每個人隨著派別不一樣 看走眼的機會很多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是買4萬塊 這一個花青的手桌 那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7萬 還不錯 還不錯 還好有賺到 對 6萬 7萬差不多 但是這個可惜的就是黑了多 你下次記得 對 就是買綠的多一點 那花青通常不會黑的這麼多 它有點跟烏雞種混在一起了 對於記得看的時候 因為黑一定是減分嘛 但是花又說回來 那你這個是A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進了算之後 A會淡化一點 不會顏色這麼濃 可是花說回來 你看你的黑跟你的綠交雜在一起 戴起來始終是不好看 沒有賣相 可是我覺得圖騰滿漂亮的 我只能說它真的是 你娶到好老婆了 他把所有東西的缺點 都講成優點了 好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 冰種的一個玉碎 它真的其實也還滿會買的 它買的都 這個是它的定格很棒 好漂亮喔 對 我很少看到這樣子的 翡翠把它雕成這樣的 這雕的應該是歐洲四女是不是 對 是嘛 這個叫Cameo Cameo是這個國外最流行的 那種皇室傳家的珠寶 叫做女王頭 女王頭 對 很少看到大部分都雕觀音 彌勒佛什麼的 可是我要跟你講一個事情 市場上看到Cameo雕成羽 都是模子鴨的 對 所以 因為我們的師父是中國人 中國的師父 他怎麼會雕女王頭呢 所以他媽媽要雕彌勒 要媽媽雕歷史故事書 所以你看到這個雕七奇怪的東西 要小心一點 可能是模子鴨的 這看起來像模子鴨的 可是 如果質地好也無所謂 就是它的翡翠 它缺了一個就是它的 你知道什麼叫模子鴨的嗎 就是它灌模的那一種的嗎 不是 就像板畫一樣 你第一個元件是第一個畫 第二個就是一直壓… 有點類似震動的方式 對 它不是手風雕 它是機器壓下去的 所以大概花兩個小時就可以壓下去 有很多米樂佛也是用那個壓 沒錯 沒錯 好 來 買是買八千 您估呢 現在五萬塊吧 五萬塊 其實如果它 說實在 它如果真的是翡翠 你買多久 應該是我所 十五年囉 OK 好 來 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標件 一個愈配 愈墜 買入價格是八千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值得好 請見價 十二萬 八千變十二萬 我剛才 就是我正要問 為什麼 因為現在已經很少超音波了 所以就符合我看的所有的一切 這個東西是以前做的 現在幾乎你做翡翠 這麼好的料用超音波那很瞎 就是說要嘛他不懂 要嘛這很久以前買的東西 這確實是很久以前買的東西 我教各位怎麼看超音波好不好 當你看這個雕件它的底部 從這邊開始有沒有看到 那個攝影大哥 它是厚的 從這邊開始 一圈倒過來 都是一樣是厚的 看到沒有 為什麼呢 我們超音波在壓的時候 要一定厚度 不然的話那個金剛沙這樣 一直震動的震動 這個會破掉 所以他要保留這個厚度 然後旁邊都是這樣修 修出來的這旁邊 這樣大家也會看到底下一樣的厚度 就是知道什麼 超音波打的 好不好 不是手工雕的東西 可是它這一件的話帶灰耶 為什麼要十二萬 透啊 這件算透了 上面上半段這一段 算透了 算是透了 對 這灰跟戒指比起來 也好很多了 你的戒指比起來更灰的 洪太太 我覺得你好 不要說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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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